謝謝 謝謝大家今天來 這麼晚還有這麼多人 我覺得有點瘋狂 所以今天要講的題目是開放政府與公民參與 我想先問一下就是大家知道公民參與是 大家心中的公民參與是什麼意思 小偉 什麼是公民參與 就是民間去投入政府的 對 民間去投入政府的什麼 事務 還有呢 微笑的 軍綠色夾克的 可能有投入意見的部分也有投入執行的部分 投入意見還有執行的部分 還有呢 Oliver 我覺得 就高手在民間 那大家都 自己出一份自己的力這樣 OK 公民就是有公眾議事的人嘛 然後 參與的事務應該是跟公眾跟政府有關的事情 那我們在講開放政府的時候 其實早上到剛剛可能很多都在講的是政府部門做什麼事情 那因為我不是政府部門的人 所以我長久以來的經驗沒有辦法分享政府部門該做什麼 但是公民參與這部分其實我們做了蠻多的 就是2012年開始 G0V開始 我們做很多專案都跟公民參與有關係 那所以 在這邊要講公民參與的話 但公民參與有非常多不同的形式 像思改會 跆拳會 他們也做很多公民參與的事情 那但是我能分享的是G0V的公民參與 那G0V的公民參與 首先要講一下代表性的問題 就是G0V是一個多中心的社群 沒有人能代表G0V 那我現在能講的就是我曾經參與Josun 當Josun的organizer 還有那個G0V的國際各交流工作小組的organizer的經驗 那我想先講一下 再自我介紹一下 我本業是律師 然後我在G0V是一個組織者的 就是大部分是一個組織者的身份 然後我參與的工作小組是 九州團還有國際交流工作小組 那G0V裡面有非常多不同的專案 那各自治理 所以我們一開始會說是去中心化 但現在的狀態其實就我們發現 其實是非常多中心有機自由的在成長 比如說像Oliver現在應該是參加Summit的工作小組 非常的瘋狂 然後那個 剛剛蕭威介紹的是 她參加的是國家保障的公眾小組 然後她剛好比零 比零那個COVAX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專案 然後另外就是我是三個孩子的媽媽 然後G0V的公眾參與跟一般的公眾參與 有什麼不一樣呢 我們的目標 我覺得G0V社群的目標就是 這個社群其實沒有一個共同的目標 但有些資深參與者其實在沒有意識之間 在做一件事情是什麼呢 就是用剩餘認知改變社會 大家知道什麼是剩餘認知嗎 剩餘認知呢 其實她的意思是說 人們只要用很少量的時間或是努力 集合起來會成為很龐大的力量 那這件事情其實大概在十年前 那個就是Shakey開始講這件事 然後就是鄉民都來了的作者 然後所以我們舉一個例子好了 G0V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很有名的專案 就是政治獻金專案 那政治獻金大家知道這個專案嗎 有人可以幫我講一下這個專案嗎 這專案發生什麼事 我覺得這邊很多人知道吧 HC就是你 因為你拿了他的成果去用 所以你有義務要講 這個是在318的時候 然後那個時候就是 GNV有一些人就去監察院 印了當時候七位立法委員的政治獻金 那那個時候因為就是監察院還沒有立法 就是雖然所有候選人都要依法申報政治獻金 但所有申報的內容都會被都會躺在監察院裡面 就一般人沒有辦法去查 所以那時候318就是大家就去把那個東西印出來 然後透過鄉民的力量做人工OCR 就是把政治獻金的資本轉成數位檔 對那這個是一開始 這G0V發起這個專案的狀況 剛剛那個HC講的有幾個我要先講一下 一開始去印的人不是G0V的參與者 他們是先去印了之後 就是去印了紙本 因為那時候政治獻金你只能印紙本 就是他就是紙本在監察院裡面 他們就去印了之後 他帶到G0V的大松來問說可以怎麼辦 然後後來Roni他就做了一件事 他就是把上面紙本的資料切成一格一格的 然後就像這樣子 他就是會有一個圖片在上面 然後你就是把圖片上面的資料填進去之後 送出去就可以就完成你的工作了 所以你做一筆可能就是3秒鐘的時間 然後聽說做起來就是很開心 所以就很短的時間內就是1萬 就是本來有32500 325755筆 然後就很快就全部都做完了 所以其實他在做一個紙本資料的所謂化的工作 然後這個就是我覺得這個就是一種公民參與 那而且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 是用所謂的認知剩餘的時間 就是大家認知大家認知剩下來的時間 你只要你可能只要貢獻5分鐘10分鐘都可以 但是你就是就是有貢獻到你 就是有完成某些事 你是那個被完成的那件事情的一部分 那後來這個就變成是本來的紙本是長這樣 那後來就變成一個數位化的資料 那其實到現在所有的所有的過程還有資料 都有整理在那個Hackpad上 所以大家如果到開放政治現金的Hackpad上 都還可以看到之前整理的這個過程和依據 那剛剛看到的是其實就是Hackpad上 他們那個鏡周刊又把 鏡傳媒又把那個這些東西又 因為是開放資料那也是open source 所以他們又去又去重新整理了以後 再做新的新的新的利用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 就是其實我們就是用GTV的公民參與 其實就是用這樣子的模式去吸引更多的人 可以來投入 那其實投入大量時間的人 我覺得那是那是不正常的 像我這樣投入太多時間的人 這是不正常的 我們的目標應該是把工具做到盡量簡單 然後讓大家可以容易的投入 那所以在這樣的發展之下 其實就是GTV就變成就是台灣全球很大的社團 那現在有其實Slack上現在的使用者 應該有8500多位 然後有非常多的協作工具 然後接下來在12月的時候 我們會辦第四次的國際雙年會 那很歡迎大家來參加 然後其他就是有非常多不同的專案 那其實大家都是利用 利用剩餘的時間 然後你休閒的時間來做 為什麼呢 其實要有剩餘認知 這件事其實有兩個前提 第一個是要有認知剩餘 其實你要有兩個前提 第一個是你要有空閒的時間 然後第二個是你要有適當的數位工具 這兩件事情都存在的時候 你才能夠集合成像剛剛 那一個政治現金專案量子的力量 那其實作為一個希望提高大家 公民參與度的GTV的參與者來說 其實我們的目標就是 就是讓工具還有整個協作的平台 能夠讓大家更容易備用 然後所以大家在空閒時間的時候 就可以投入這樣子 那其實我們怎麼做到這件事呢 就是GTV基本的理念就是開源模式 因為你開源所以大家隨時都可以用 然後行動主義就是不要討論太多 就是趕快開始做 我們幾乎沒有一個 我們不太開討論會或是會議 我們說是co-work 就是來就是大家一起做事情 那我想分享一個很好的經驗就是 就是我覺得這種行動主義 就是GTV的這種協作的精神跟文化 其實如果帶到開放政府裡面去的話 會是一件很好的事 會強烈的提高大家工作的效率 因為所有的問題會盡量在co-work 或是所謂可能叫做會議的時間 但是已經被解決了 我最近的經驗是 我參加了那個開放國會的action item 就是開放國會的計畫 那開放國會就是立法院那邊 也有民間的開放國會的委員 那我是民間委員之一 那大概在六月多的時候 其實從籌備小組我們就開始開會 那這個開會跟我之前參加的 政府的會議非常不一樣 就是他會在當場就會把共筆打開 比如說我們要討論說 開放國會的人 就是開放國會的委員 應該怎麼被徵選的時候 必須要有條文出來 有規則出來 那一般通常可能就是講一講 然後回去教幕僚你一份 我們下次再來看 可是呢 就是這一次開放國會的做法 就不是這樣 他就是把共筆開出來的時候 就像GINV在工作的時候一樣 我們就開始當場就開始討論就記錄 所以當我們考論完之後 兩個小時就已經有一個 可以去執行的一個版本在 那這其實是一個工作文化 還有工作模式的不同 所以我就覺得 哇這種政府的會開起來 真的很開心很有爽度 就是說因為你不會說好 講一講不知道會怎樣 就是講了以後 那他們待會兒去研究一下 之後也不知道怎樣 我就覺得我的時間 花兩個小時在那邊 是非常值得的 因為就是有成果 然後知道後續會怎麼被執行 那另外就是公民精神 所以我們是用開源模式行動主義 公民精神做基本理念來推展 這個公民參與 然後呢 剛剛講到 其實為什麼可以讓GINV 這個社群可以一直變大 或是說一直八年來一直存在 其實好玩是 就是食物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而且我覺得這一件事情 就是不論是在台灣或是 在國外都成立 因為這個場域 這個是我們到沖繩去辦的一個黑客松 然後黑客松的參加的人是 包括日本台灣韓國香港東亞各地的公民的參與者 那其實當場我們就一直跟日本人說 食物很重要 食物很重要 他一直不太理解 但後來我們 我們就非常認真的要去Check那個菜單這樣子 然後食物非常重要 大家吃得很開心的時候就會開始一直吃一直工作這樣子 這是每次黑客松都會發生的事 所以在那樣子的場域之下 我覺得大家就是願意在 為什麼在工作之餘 還願意在禮拜六的時候到GINV的黑客松來 為什麼呢 因為那是一個迷之場域 然後很有趣 所以我覺得公眾參與 你如果是一個Ordenizer 你想要Motivate你這些公民的話 不要太悲情 我是覺得那個時代已經不太一樣 然後我們是那個GINV是一種 盡量讓大家 讓大家在這邊是一起做的開心的事 這個是當天就是GINV的工作 有韓國跟日本還有台灣人一起做事 那所以呢 那在大松就是在黑客松這樣子 推進公民參與這行車 你做什麼事 就是重點就是吃嘛 然後你會有人聊天 然後會有一個推 推是什麼 就是推坑 就是如果你去GINV的場合 的大黑客松裡面 就會發現 大家有很多提案在那邊 然後提案就是坑嘛 那聊一聊你就發現 會有人就是專門在推坑 那另外就是Hacking 就是大家會一起在那邊Hacking 那 所以 其實在大松裡面 不是每個人都很清楚是什麼樣 就是很清楚自己在做什麼 或是旁邊的人在做什麼 大松裡面也會有路人 就是你看他從頭到尾就是在觀察 然後 觀察跟吃東西 所以我覺得食物很重要 就是你要讓不太知道做什麼的人 他還是有一件事可以做 所以他會覺得很Comfortable 他不會覺得很尷尬 對 那 所以基本上 就是會有路人 然後有參與者 參與者他不一定要Hacking 但是他會開始跟人家討論 對 然後他可能跟著導遊 我們每次都會有導遊團 去了解各個專案在做什麼 那其實開始對話的時候 我覺得你就變成是參與者 然後再來會有貢獻者 貢獻者跟參與者會有什麼不一樣呢 我自己的定義是這樣 就是你當你真的開始去填坑 比如說 有人說他有一個什麼樣子的問題 那你願意花時間去幫他解 比如說我們最近有一個新的案子 是12月會有一個EID相關的展覽 叫做你的資料我的烏托邦問號 會在那個空總的藝術中心 會有一個藝術展 那我們會結合線上跟線下 線上的遊戲還有實體的展覽 那我們最近就有一個專案 就是大家一起在做這件事 那其實那時候就有一個新參者 就是新來的人 他其實聽到這個就覺得很有趣 然後那怎麼做呢 就變成大家就開始說 那不然你要不要幫忙寫劇本 那當他開始願意打開共筆 開始寫的時候 其實他就已經變成貢獻者了 其實很簡單 你就是打開共筆開始寫 你就變成貢獻者 然後貢獻者之後就 你就會開始想要變成 就是你可能會有自己的提案 想要做自己的事情 那你就會變成一個坑主 那坑主你可能就不太容易 用剩餘認知的時間去做貢獻 這裡有坑主嗎 有 有很多坑主 我其實看到這裡有很多劇裡面坑主 我覺得他們每個禮拜 應該都花八小時以上在社群裡面 我有沒有講錯 蛤 TTK 不正常 不正常 對 我是更不正常 對 所以就是 我剛剛這個我已經講完了 剩五分鐘 好 那所以你其實會從參與者 然後變貢獻者 然後變成一個organizer 所以我覺得那個 如果你是一個組織者 因為我看來參加 就是今天晚上來報名的人 都是主動來的 那有蠻多是想要知道 怎麼推動公民參與 那我覺得 我作為一個GNV的參與者 我可以分享的經驗就是 盡量降低門檻 就是盡量降低參與的門檻 那 我們 就是在GNV社群 有兩個層次 一個層次是我們 做好的基礎建設 讓大家很容易能夠 進來了解 就是變成從 從路人變成參與者 就譬如說HackMD還有 HackMD還有 Slack 然後我們盡量讓大家知道 怎麼去用HackMD 怎麼去用 Slack 那這個是 揪鬆工作小組在做的事 然後包括說 每兩個月就定期 很有機率的舉辦黑客搜 大黑客搜 讓大家知道兩個月就可以 實體建議字面 然後當然還有就是要 準備食物 所以這件事 其實是一個 一個GNV的組織者 的工作小組做的事情 那另外一個 各個專案其實在做 比如說像比林在做的 他就是讓專案的工具 變得容易 所以像真的假的 花了非常多的力氣 去溝通他們潛在的參與者 那比如說他們最近 針對那個阿公阿嬤 他們做了很棒的哲業 我有帶來 我不知道你今天會來 我還幫你帶來 對他們做了很棒的哲業 然後讓你可以去跟阿公阿嬤說 所以你就可以把阿公阿嬤 變成公民參與的一部分 那其實GNV的專案 就是有這兩個層次 揪鬆他做的是基礎建設 讓大家可以參與 那去支援專案 他們可以做更好的工具 去觸及更大的潛在的 公民參與的對象 然後再來這個就比較 所以開放政府跟我沒有什麼關係 其實就是如果政府資料開放的話 比如說口罩地圖的這個經驗 如果沒有唐鳳政委沒有唐鳳政委 壓著他們的工程師把資料開出來的話 就沒有辦法有口罩地圖 就是實名制之後就不會有口罩地圖 那所以其實政府資料開放 就是一個公民參與非常重要的根本 那我覺得政府資料開放 還有非常多可以做的事 所以不過這個就不太是我們那個 那另外就是說 因為GNV它很重要 因為我覺得要讓大家知道說 GNV其實每個專案 這些都是一些每個專案 那包括說OCF是我們法人的 就是幫忙GNV社群的各個專案 處理經流的法人 那他們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專案 那當然中間的就是實務組 我們有非常棒的實務組 那其實GNV就很像一個村落 那各個專案它其實就是不同的 不同家人 但是就是在一個村落裡面很和諧這樣子 那最後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GNV的宣言 就是來自四方 我們沒有設限要加入或什麼 我們是多中性運作 所以所有都是自主貢獻 打造自主貢獻的文化 所以我很開心我今天來一次 大家都是主動來的 不是被強迫來的 這麼晚還有這麼多人主動在這裡 我還滿驚訝的 然後實現公民參與創造改變 所以我們重要的是我們的成果是開源的 是開放的 我們用開源的東西 然後我們也用來開 也把它變成開源 然後整個氣氛是歡樂的 然後但是在歡樂之中 我們還是可以改變現狀 那大概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